耶 耶 耶 啊 我的奥特曼快要找回啦 怎么吃完美啦 呃 这就是我们十年来的啦 哼 别来过呀 我们找奥特曼喂一下就知道啦 小梦 小梦 我来啦 小 嘿 小梦来了 我们快去看看 小梦 你看这是谁托我们的奥特曼 我看是看见啦 再看看告诉我们小偷是谁呀 告诉你们可以 但是 但是什么呀 你快说呀 但是你们要告诉我 这些手镯都是瓦特曼的 我才能告诉你们小偷的线索 没问题 你们这么快就答应小梦了 那你们知道帕拉吉手镯是哪个奥特曼的吗 当然知道啦 你想 这个帕拉吉手镯和一个装备的名字 是不是很像 装备的名字 帕拉吉手镯 帕拉吉手镯 哦 有一个装备叫帕拉吉之盾 没错 就是帕拉吉之盾 你看 装备的名字如此相似 所以 它们的主人肯定是同一个奥特曼 哦 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谁啦 永恒闪耀特利加 太加奥特曼 泽塔奥特曼 特利加奥特曼 哎 找到了 王冠手镯是哪个奥特曼的呢 王冠手镯一听就很尊贵 是不是只有王子才能佩戴啊 哦 你到底提醒我了 我知道哪奥特曼是他的主人了 谁啊 王子啊 光之国的太子爷也就是王子吗 欧布奥特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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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杰斯提斯奥特曼 奈克赛斯奥特曼 嘿嘿 就是他 王冠手镯肯定就是太子爷 太罗奥特曼的 哇 琪琪 你可真聪明啊 啊 当然 好了 你就别自恋了 赶紧问问小丝的线索 好了 我现在就问 小冒 通我们卡牌的奥特曼 除了有黑色的眼睛 还有什么特征呀 他的能量灯也是黑色的 啊 能量灯也是黑色的 这样看来 这个小偷肯定是一个邪王的嘛 有道理 他还是不知道是谁投的卡牌呀 就是 小冒 因为我们的线索也太模糊了吧 模糊 只要你们找出第三个手镯是谁的 我就给你们下一个线索啊 好 没问题 这第三个手镯 左右两边是蓝色的水晶 上面还有蓝色 下面还有红色的条纹 这样的手镯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 西路巫师 我十年的老奥迷 都没印象 怪不怪不是奥特曼的手镯呀 怎么就不是啊 这样的手镯的主人 可是银河奥特曼的后代呢 哈 银河的后代 没错 他的外形特别的炫酷 一边还翘着头发 翘着头发 以前的奥特曼都没没有头发呀 这就说明是一个新出的奥特曼 是对 而且他的计时器还是个圆形的 翘着头发 圆形能量真的新奥特曼 西芊 你知道谁吗 让我想想啊 新奥特曼 会不会是奥特曼 谁啊 我把它找出来 你们就知道了 带狼奥特曼 罗索奥特曼 格罗布奥特曼 杰德奥特曼 就是他 布莱泽奥特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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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手镯是你的吗 没错 这就是我的布莱泽手镯 原来是布莱泽的手镯呀 没错 这个新奥特曼 好帅呀 你别那么吃了 我们还要找 偷我们卡开的小偷呢 就是 小莫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小偷的第三个角落了吗 没问题 小偷的第三个特征 就是头上有三个角 啊 头上有三个角 还有黑色能量呢 而且眼界也是黑色的 我还是不知道 小偷是哪个高的嘛 都这么明显啊 你们还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啊 真是高度你们智商啊 那你们找出 这个新奥特曼的手镯是谁的 我就告诉你们小偷是谁 新生代手镯 那一定是新生代的 新生代奥特曼的手镯 会是谁呀 你看一下他这个手镯 不知道他是谁的呀 那这个是谁的呀 那这个是谁的呀 找人下来 因为人生发现自己的牌照 这一期见